在每一個大大小小的災難現場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消防員的身影 有的時候我們很幸運逃過一劫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可能就要共識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好朋友 甚至是我們自己的性命 我們認為在這兩年之間 我們已經失去了太多的消防地收 對不對 我們不願意再看到有任何消防員犧牲了 對不對 掌救生命是消防員的職責 我們不害怕危險的活動 對不對 我們希望這個政府可以開始停證消防員的訴求 可以停止讓消防員不斷的亡死 不斷的殉職 不斷的犧牲 體制的壓迫從來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早在前年8月31號 高雄 高雄辦了消防史上第一次稍有規模的遊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出來辦遊行的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 現在正被高雄市政府無情的打壓 但是我們不會害怕 我們選擇繼續站出來 所以我們去年的4月6號 我們就再一次走上街頭 我們要跟社會大眾 助說消防人員面對的問題 就是社會大眾面對的公安問題 對不對 對 政府是方向 政府是方向 江澤民加油 有廣發邀請函給各縣市的候選人 我們希望他們來面對消防安全的問題 因為我們認為如果他們將來當選 他們必須要面對這個城市要怎麼樣安全 而城市的安全就跟消防員的權益息息相關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要請他們 並不是要他們來到現場作秀觀看而已 我們是要他負起他的責任對不對 對 定質是人禍 定質是人禍 政府是方向 政府是方向 消防王室 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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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個昼夜裡 總會有那麼默默的一群人 在守護著我們 每當災害發生的時候 側耳的警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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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在第一時間響起 並且恐怖現場救援 是的 那就是我們的消防員 這兩年來 我們經歷了許多次令人心碎的時刻 從派山的工廠大火 沿岸路地下室火警 及劍板 一個月的高雄氣爆事件 總共13名 13名警衣箱 失去了寶貝的生命 鳳凰折禮了 台灣在經過這麼多的犧牲 又再一次的突顯出 人力不足 裝備老舊 工時過長 業務分工不清 一直困擾消防的問題 反映出的是 政府長期的怠惰與不重視 這不僅 你想的 消防員救災時的生命安全 更危害了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每位居住 人民的安全 失去他們的悲傷 令我們感到脆弱 但如同他們腐爛時的無懼 我們也需要跨越悲傷的勇氣 他們的任務結束了 接下來就靠我們了 向我們的政府控訴 向我們的政府建議 我們說 消防員已經處理了太多 其他局促的雜事情 消防員每天為了抓貓抓狗 為了抓瓦斯漏氣 搞得自己的訓練時間都不夠 自己的休息時間都不足 最後我們看到今天 刀熊氣爆 這樣子的悲劇 難道這會是一天造成的嗎 不是 絕對不是 待會 待會 我們就要在內政部 控訴 控訴我們這個政府 對於消防安全問題 一直處於一個中央推地方 地方推中央的一個地球狀態 我們認為 政府並沒有想要 有成績的去解決 我們目前面倒的阻境 主事要求 信職是人物 信職是人物 人力要補足 人力要補足 裝備要改善 裝備要改善 還有看到中央或者是地方的政府 聽到我們的訴求嗎 沒有 消防署齁 看到我們在818的記者會之後 他說 好 我們三年補三千人力 好 我們現在全面的檢查 消防員的衣帽鞋 可是這樣大家滿意嗎 消防員缺了多少名 全台消防員還差了一萬三千名 他三年補三千名 根本就是還不盡急對不對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消防隊許國耀 今天不能到凱道跟大家在一起 實現我的諾言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當然也非常無奈 我們努力想要改變些什麼 想要改革 並做些什麼 讓消防進步 但是卻總是充滿了阻力 但是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一起到凱道 手連手 心連心 一起救自己 但是我想我不是真的落難者 真正落難者是被打上RIT的那些先進員 協問努力想要改變 繼續 這種漢市繼續發展 但卻總是說 我們在敲背往整整 我知道很多消防人員不怕 但我想我們可以只在國場 卻不能只在制度 不能只在官僚 不能只在官僚 也不能只在自己人手上 最後我想送大家一句話 民甘民亂撿尾鬼 對此同胸有更久 還有的心裡大家同在 我們廣發出去的邀請韓中 今天有出席的是 新竹市的劉正信候選人 還有台北市的冯光遠候選人 兩位候選人會在台上 表達支持我們的改革訴求 如果他們當選 我們協會也會負起監督的責任 讓消防弟兄能夠更安全 那在我們發出去的邀請函之中 還有其他縣市的候選人 還有表態支持 但是人並沒有到場 這邊一併唱名 表達支持的有高雄市長陳菊 張化縣黃文林 澎湖縣候選人陳光復 還有基隆市的候選人何彥堂 以及兩名台北市的候選人 連勝文跟柯文哲 待會我用消防員的生命 來告訴大家 消防員用生命告訴我們的事 我們殉職先列 林副局長吉澤 任職消防工作38年 歷任高坪地區消防分隊長 紀氏 組員中隊長 組長勤務中心主任 大隊長 主任秘書 於103年8月1日 氣爆案殉職 殉職先列 黃副總幹事上牆 易霄自立25年 擔任易霄副總幹事 全國易霄楷模鳳凰獎 易霄基歐局長獎 臺灣近年來災難頻傳 兩年內已有13名消防員殉職 高雄氣爆的瞬間 帶走了齊敏弟兄 這是13條鮮活的生命 是13個家庭的哀傷 更是全國人民的遺憾 現在 陶庭中 林基哲 黃上強 黃國棟 王中 柳耀文 莊振傑 張哲偉 方俊鴻 吳中鴻 彭祥毅 陳毅銳 與黃玉龍 學長們 你們付出生命來保護民眾 犧牲生命來成就國家人民 你們辛苦了 中央推給了地方 同時地方也試著 要再好問題丟給中央再丟回去 這就是我們在這抗爭的兩年內 一直不斷看到的情況 我跟你要人力 消防組說 地方不編 我沒辦法 我們跟地方要 地方說 消防組不訓練 我也沒辦法 那 誰有辦法 所以我們今天要控訴 地方 跟中央 集體再點一把火 點一把人力不足的火 點一把裝備不足的火 好 我們人力不足的火 裝備不足的火 好 我們人力不足的火 裝備不足的火 地方跟中央正聯手 再點這樣一把火 我們請消防員跟民眾代表 一起來把這把火滅掉 中國族 排隊 人力不足 工備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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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災要專責 政府別打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